黃漁有一陣子好紅啊 這一賺錢的東西馬上黑道又要來了 我們之前有說黃漁 目前在市民上的價值都很高 所以早期的時候我們一個朋友 他以前是海洋大學在那裡 一種的他剛去學問 去學問他刺過我們 在刺魚的時候很多都用魚紋 都用魚紋 灌海水裡就抽海水裡去刺 但是他怎麼刺 都失敗 他又魚紋刺過什麼樣的方式 其實他都刺過就對了 完全失敗 黃漁派刺 他到後來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又找老師去研究 研究的時候 老師他給他建議說 因為黃漁 你不能放在魚紋群聚 飼太多你知道嗎 飼太多 他的活動空間沒多了 而且他的養會不夠 他說沒有你試試看 去海上 去海上 用定制網 第三邊去做起來 去做起來的時候 因為那量就很大了嘛 所以量很大的時候 他就開始銷售了嘛 在大陸 大陸 賣了很好耶 賣了很好的時候 人 我跟你說 在大陸做成就一件事 你只要做了好 大家就來 不管政府負擔你也好 兄弟也好 所以那時候 廈門幫 他們會問一下廈門幫 就去森巴豆瓶了 森巴豆瓶 他那時候 他會想說 都會擠過來 因為我們畢竟出了很多人嘛 所以我怎麼讓他在多少 開水不要太大了 他都給你 給你之後 第二面 第三面 第四面 再來他動不住了 他動不住了 他動不住的時候 他就要靠一個人回來 因為那時候 他不知道我在關粉嘛 他就靠一個人來公司 公司我們那個兄弟就跟他講 賓國就在關粉 他說 沒有你去飛機 跟他講這個情形 我們家裡來看的時候 我說 那時候剛才天的 天的 空手飛機的老大 剛才會問 我剛才說 你靠近跟他講 叫他去找他 叫他找他 你知道 我們台灣人 就是這樣 很潛艷 只要在外國就對了 只要在外國 大陸 剛才問題 都是自己的同胞 唯有優先 他聽到這個 空手飛機的老大 聽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帶人 把鞭門幫叫出來 他說這是我們的人 你如果三部故事 要拿收費 沒關係 給你 你到要拿錢 拿不夠的時候 拿到 很開心的時候 你要用來炒枯 他說炒枯 不可能給你炒枯 你如果要炒枯 你就拿錢出來 沒有那個 炒甘股的就對了 要說 賣賣賣賣 賣賣賣 轉起來 轉起來的時候 空手飛機的老大 他們的教育 怎麼講 這個廈門幫 在拼圖的時候 大家怎麼知道 什麼人 不小心給他臺勢 臺勢的時候 他們老大說 你快點 先回去台灣 你先回去台灣 不然你老在這裡 四名遊戏就對了 現在回到台灣 回到台灣 雙方便都一直在喬 喬不好吃 喬不好吃的時候 我們這些朋友 市場算有賺到 那時候我賺很多錢 他說 跟老大說 都沒有這樣 我們就拿一批 聖養費 給他這個家修 這件事 看起來就收起來了 結果 他那時候 早期那時候 拿50萬 拿50萬就操作 給這個家修 這個家修 這個老大會 家修 完理說 這件事 來來 好改 好改